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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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将软壳放在厨房纸上 我们将软壳放在厨房纸上 把厨房纸擦干净 然后再把它放到厨房纸上 让它继续吸水 我们唯有把它的水分呢 给它擦干净以后 香煎的时候它才更加脆 口感会更好 更好吃 好 我们把这个软壳蟹呀 给它擦干水分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案板上 我们留意有的时候 最底部的蟹饺呢 会放在蟹壳里边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蟹饺给它取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加入零粉在蟹的表面 大概需要三到四汤匙 好 把零粉呢 给它放到上面 这样捞手啊 把这个零粉给它铺满在这个蟹的表面 先加入一勺半或两汤匙吧 也不要太厚 薄薄的铺上零粉 另一面也是一样 也铺上零粉 搅的地方呢 也让它均匀的铺上零粉 刚才加了两汤匙的零粉 再多加一汤匙 前后我们就一共用了三汤匙的零粉 然后呢 我们将蟹的两面 都铺满了 就可以了 蟹内肺的地方呢 轻轻的也加入一点 这样呢 我们炸起来的时候 它更加均匀 更加的脆 好 我们呢 把平底锅放上油 我们大概加入 二分之一杯吧 也就是半杯的油 盖过这个平底锅的表面 然后我们就开大火 将油呢 烧热 油烧到很热的时候 我们用手掌试一下 就是说油出烟前 我们将最大的软壳线呢 先把它放在锅的中间 中间的地方火比较硬 然后我们再加入第二汁 然后另外两汁呢 我们就多加进去就可以了 加入以后 我们先不要动哈 让那个蟹呢 能够定型 大概先煎上 一分半或两分钟 这个样子 煎两分钟以后呢 我们放到粒里面 看一下颜色呢 也非常的漂亮 我们仍然是用大火煎哈 也不用太多的油 我们也不用炸 就这样煎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也煎上 一分半或两分钟 那当然根据你 买的这个蟹的大小 如果你所用的炉头这个火呢 大的话你可以调小一点 不要糊了哈 不要煎糊 煎焦了 那翻个面呢 开始哈 我们不要移动 以免零粉脱落 我们就煎一分钟 让它能够定型 然后呢 我们再动一下 好 这面我们又煎了两分钟 整个软壳线啊 翻回第一面 我们再煎一下 多煎30秒就可以完工了 关火 上碟 想用吗 香煎软壳线煎好了以后呀 你试一下味道 你可以切开来煎 但是我喜欢整只煎 一来是好看 二来吃起来更多汁哈 这时候加入少许的喜马拉雅山细盐 还有黑胡椒粉 分别呢 撒在这个软壳线上 因为软壳线本身它有鲜味哈 所以我只用了一点盐 还有黑胡椒粉 我们再撒上日式的七味粉 大概一茶匙 也可以多一些 因为只有香辣味哈 没有咸味 所以没有关系 不需要加太多 它的味道呢 很浓 再点缀一点香菜小番茄 这个小番茄呢 非常的酸甜哈 搭配软壳线 非常适合又好吃 我们呢 就来试吃一下 哇 香香脆脆的 香煎软壳线 把日式的七味粉啊 很入味 吃起来香脆鲜甜 又带着微咸和微辣 又简单一做 很方便 所以极力的推荐你也来做 好啦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